早安YouTube 我是藤原 おはようYouTube 藤原です 我是一個線上日文家教 在這個頻道我會用淺顯易懂的方式 分享初學者也能瞭懂的日文知識 上次我們介紹了表示存在的動詞 います 跟あります 這兩個動詞的前面通常都會有 表示存在場所的住詞 跟存在主體的住詞 が或是わ 今天我們就是要來介紹用が跟わ 在意思上有什麼區別 では始めましょう 上集的文型都是用が 來表示存在主體 這次我們要來看わ的話 會變成怎麼樣 文型3跟文型4 這兩句也是一樣的結構 友達は東京にいます 朋友在東京 ユニバーは大阪にあります 環球影城在大阪 都是一個主題 因為前面都有一個名詞 放在前面 還加上住詞 わ 然後才放存在地點的住詞 に 最後也是我們可愛的動詞 います 跟あります 如果是像文型3跟文型4的話 這表示我們是在講一個話題 わ的前面就是那個話題 わ的後面是我們要傳達的重點 也就是介紹的內容 這時候我們可以來跟上一課比較 文型1跟2分別是 あそこにミキさんがいます 那邊有ミキさん テーブルの上にジュースがあります 桌上有果汁 這兩句完全沒有任何的わ 只有が在後面 我們可以想像 這句話之前並沒有任何的話題 所以這是你開的第一個話題 這時候用が就可以了 比如說文型1 就是你突然看到米奇小姐 就跟旁邊的朋友說 欸 那邊有米奇小姐 如果我把這句話換成文型3的結構 會變成 ミキさんはあそこにいます 米奇小姐在那裡 這句話比較像是 你旁邊的朋友問你 米奇小姐在哪 ミキさんはどこですか 然後你才會回答這句 也就是說文型3跟4 是有前提的 你需要講 介紹米奇小姐的位置 才會用到 如果你只碰巧發現米奇小姐 那就用文型1就可以了 以此類推 文型1、2都可以換成3、4 文型3、4也都可以換成1、2 分別是 テーブルの上にジュースがあります 桌子上有果汁 ジュースはテーブルの上にあります 果汁在桌上 友達は東京にいます 朋友在東京 東京に友達がいます 我在東京有朋友 ユニバーは大阪にあります 環球影城在大阪 大阪にユニバーがあります 大阪這裡有環球影城 希望這樣大家可以知道 這兩種巨型 在意識上以及使用上的差別 這次的練習是 第一題 如果朋友問你 東京ディスニーシーはどこにありますか? 你會怎麼回答呢? 第二題 如果你在樹上看到一隻貓 你想跟你的日本朋友說這件事 你會怎麼說呢? 請將這兩題的答案寫在留言區 下次會再介紹第10課的一些著詞跟練習一下會話 這些小細節都是很容易忽略的 所以如果真的想把日文學好的話 就一定要會 謝謝你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關於學習日文訣竅 歡迎按讚訂閱小鈴鐺 我的頻道 我是藤原 で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